好 那在百貨公司下跪 挽回了 那接下來呢 其實這個狀況並沒有好轉 對 因為他有說 他已經對你沒感覺 對 沒感覺 所以感情淡了很多 但是我還是很想持續去維持 這個關係 我覺得剛剛那個醫師 有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男生 他有跟我提過 他自從跟前妻離婚之後 他有一個仇恨女性的 一個心理情結 所以我的內在 又有那個拯救者情結 又跑出來 我希望能夠告訴你一件事情 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是這樣 所以我就情願地待在他身邊 對 女孩的聖母情結又跑出來了 對 聖母情結又跑出來了 這是典型的聖母病 對不對 一直要拯救 一直要拯救 因為我就覺得 我希望你能相信愛情 我希望你能夠相信 不是每個女生都是這麼過分 對 那後續的部分 其實也發生在 其實我還滿欠錢的 那有一次他又是喝了酒之後 脾氣又開始暴躁 然後他開始就也是跟我說 我記得那時候是半夜 他就跟我說 那時候已經沒有捷運 他說你現在就給我 給我離開 離開住所 我跟他說 我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後來講一講之後 我又下跪了 而且這次下跪更誇張 因為他家裡是大理師 我磕頭 我磕到那時候 我的頭都腫起來了 對 都腫起來了 結果沒想到 我以為我這樣磕 妳磕到腫起來 對 腰瘦 對 我希望說他不要這樣子 就是又把我趕走這樣子 對 然後因為小孩也還在 對 然後那時候後來 他就既然 我以為他會回來玩 玩我 就是玩我說 好 那你就不要磕 結果沒想到 他一腳就踹我的肋骨 把我踹飛 然後他講了一句話說 你要死 不要死在我家裡 對 叫你還是要滾出去 他說你不要滾出去 你不要在這邊給我磕頭 你要死就死在 不要死在我家裡 所以我就連夜的 連衣服都還沒有整理 就就奪門而出 那時候我記得半夜 連捷運都沒有 公車都沒有 我趕快叫著計程車 一邊哭著 一邊回家 後來半夜你要去哪裡 我那時候就回家 因為我那時候是住他家 對對對 我就趕快回到我父母的家 對 所以小安這樣子 是不是如果他跟一個不需要他拯救的男生 他就沒有戀情的感覺 我覺得他是 因為他的愛情 你不覺得有一個生物戀 那個愛情戀很奇妙 第一個就是那個一八七的男模 然後再來就是把他拯救出來的 他去拯救別人 然後別人把他拯救出來 平板電腦的老闆把你拯救出來 然後之後你又陷入到一個要去拯救別人的 所以我其實會覺得他只要有拯救者心態跑出來 他就會讓人家欲取欲求 不管多麼惡劣的對待 好像他反而就會變成覺得我可以救他那樣子 他這個心態真的太危險了 會把自己置物險境 他好像交往的對象好像都是一個需要他拯救的人 對 然後我覺得他交往的對象 其實我真的會要跟有類似像小安這樣心態的人說 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 就是說當你想要拯救對方的時候 在心理上 我說的是心理上 對方就會變成一個迫害者 他就會 因為原來你覺得他很弱 你想要去救他 可是一旦你拯救他 拯救的過程中 這個被你拯救的受害者 就會變成迫害者 他會來迫害你 所以其實你會一直激發 他想要迫害你的心理 他如果遇到一個不能忍受的人 女生會一直激發他 迫害男生來迫害他 對 因為當一個人心理上看這個狀況 不會覺得我怎麼會把一個人變成這樣子 剛好相反 到一個人很弱 不斷地什麼都被他蹂躏 你會激發他更想蹂躏你 因為他看到你這麼痛苦 他看到 他會從裡面得到一個錯誤的 扭曲的愛的詮釋 所以我會感覺你會一直引發別人來迫害你 那表面上我們看起來覺得 那個男生怎麼可惡成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不要忽略了 你不要一直引誘別人來迫害你的心理健康 我覺得這一點很危險 那請教一下 第三次進水 第三次 第三次的進水的狀況 其實是比較 比較誇張的一點 就是說 剛剛你還不誇張 剛剛還不誇張 這已經很誇張了 我覺得他心理見識 還能聽得下去耶 你會負責走聯盟 OK 先跟隨便老師先跟下 我們要聽到他什麼時候自救 結果都還在救別人 對啊 就是台水的過程還沒聽到 就是第三次的進水是 但是我覺得倒不是男生的問題 是男的 男方的家族 那邊出了一點問題 對對對 就是那時候剛好在疫情期間 然後突然有一天我男朋友就跟我說 我待會要告訴告訴你一件事 你不要生氣喔 我說好 那怎麼了 他就拿了一個傳票給我看 法院的傳票 後來一看才知道說 原來他被那個查封他的薪水 薪水被查封了 他還知道一件事是說原來 他們家欠債 對 欠債 一欠大概差不多是一千多萬 千多萬 而且我後來才去瞭解一下 是在疫情之前他的家人騙他說 這個只是一個土地的轉讓 因為他父親本來有留土地給他 他說你簽簽就好了 結果沒想到他簽的竟然是本票 家人騙他 親生的家人簽他本票 寒利息 因為跟地下錢莊借錢 加起來大概有一千三百萬 不得了 一千三百萬 因為你欠銀行 一千多萬還好 你欠地下錢莊 那還得了 對 對 然後後來因為這件事情 我男朋友不敢聯絡 所以我自己打電話給債主 跟他請問一下說 這是到底什麼狀況 結果那個債主就非常輕描 單寫的講一句話說 我跟你講 你這個朋友 他還到九十幾歲 甚至他往生的話 他的錢都還不清 那如果說你要去查這個債 不好意思 臺北 桃園 臺中 臺南的地院 你都要跑一趟 你要月券也非常的不容易 好 然後我接完自通電話之後 我就發誓我自己一定要把這個事情給搞定 自己搞定 所以我 淚湊律師還禁止 所以他又設定了一個目標 幫這個男人 幫他處理所有問題 我發誓我一定要 而且我要讓他這個債主 到最後跟我道歉 對 所以後來 所以我就主攻了 你是我們第一個來賓 是來賓只要講 這樣就可以領車馬費了 對 所以我就當下馬上去找任何的網路上 跟有關於就是可以看到任何訊息的 免費的法律顧問 對 然後我就詢問一件事情 後來就調到了那個所謂本票裁定的那個部分 後來我就說 我就問律師說 這個可不可以我們自己去月券 律師應該知道 其實民眾是可以去月券的 好 我就提提了月券的部分 我們親自到桃園去把那個券全部都印出來 印完之後才看到一件事情 真的有本票 然後我就請了律師的付了一個諮詢費 然後看了之後發現也不是尾照文書 通通都不是 那確定就是一千多萬 後來我就跟他說好沒關係 我們就走法律途徑 我就幫我男朋友去申請了法律顧問 然後這個這個狀況走著走就算了 中間他的家人就來攔阻他了 他說你這個女朋友太多事了 他還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的家人竟然還說 我已經找到別的金主 可以去怎麼樣 他等於就要挖一個洞 叫我男朋友再跳進去 再簽本票 讓這個錢去補這個錢 對 可是我非常不答應 然後我就為了這件事情說 因為我那天一直都感覺 有一點點 有一點不祥徵兆 但是我那天還是堅持跟我男朋友 騎車去中壢 結果我因為這樣子 去了一趟中壢 我就被車撞了 那是狀況還不容易 還不算輕 我還得了奴內出血 對 我那時候還住院住了三天 對 然後帶頸椎 待了半個月 對 然後我是帶著頸椎 跑去跟他的家人 他媽媽互動 他媽媽當下在大街的 那個所有的大庭廣東面前 對我嘶吼 他吼你什麼 他吼我是個瘋女人 他說你怎麼可以來管我兒子的事情 對對對 但是我也當下就吼過去了 就是我對他媽媽也是用這樣的方式 直接吼過去 然後我跟他說 這不關你的事 你不能再讓你兒子 再圈兩張的本票 你等於再挖一個洞給他挑 對 可是你是為他兒子好 他沒有 他媽媽覺得是 我在干預他跟他兒子的感情 你知道嗎 你們干預他兒子 跟他媽媽的感情 他媽媽已經想到方法了 有別的金主 可以再挖一些錢來去補這個洞 是可是我剛剛說這樣不行 這一定有問題 所以我就為了要去阻止這個 我出了一場車禍 對 然後後來還有將近有一年的 那個所謂的後遺症 因為那時候會頭會暈 就是沒有辦法做一些思考 然後後來這件事情 到後來我還連法拍 好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聊 哪一個女朋友會為我們跑 那麼多地方法院 對不對 還去越見 還要解決這一千多案 黃偉 你有嗎 我沒有 好需要 我們先休息 敬晚靠